管你习惯不习惯 葛大爷变土豪哟 冯小刚的戏呢 就和人生似的也玩悲剧烟习剧 这部去年发了一枚叫做一九四二的翠雷蛋之后 冯小刚终于回到了贺岁喜剧的老本行上 给观众带来了新电影《私人定制》 俗话说得好 冯氏电影就是铁打的葛又流水的戏 这回的《私人定制》 葛又又是不二男主角 并且不明所以的赶了回潮流演了当红的土豪 那天小刚给我打一电话说土豪 我还要注意一下 就是 就是不是好词 这叫土豪热身嘛 就是打呀 要打土豪 对对对 土豪分天地 对 有钱没挺累 叫土豪 好 是吧 好词 好词啊 那就 那就接着吧 土豪又词 变身泰国土豪的葛大爷最近也是好事不断 最近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 选出新一届学会领导班子 葛大爷这次当审新一届会长 对于这个身份变化 土豪依旧表现得很虔诗 我说的是相当于乌业区 去把玩儿了 不误了 我说是官儿 官儿我就不去了 我说是官儿一届学会领导班子 庄本室 节目 我说的